一次偶然的考古发掘 能否带来恐龙研究的大变革 昔日地球的霸主 竟是身披华丽羽毛的庞然大物 是非常兴奋 非常的震惊 应该是非常意外的一个 火山蓬发 食物中断 恐龙灭亡的假说千奇百怪 灭绝呢 还是一个名 还是生物氧化史上的一个名 敬请收看X道案 恐龙奇说 恐龙是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生物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类对恐龙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在很多影视作品中 都设想过一个人类和恐龙共处的世界 很多影视作品形象地再现了恐龙时代的场景 这些恐龙多中多样 有的体型如高大建筑 有的小巧玲珑 各种各样的恐龙占领了地球的水路空 统治地球一亿六千万年之久 虽然恐龙的种类非常多 但在我们看来 所有的恐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们的体表皮肤都是光亮的 没有毛发覆盖 在中国辽西地区出土的恐龙化石 却将颠覆我们以往所有的想象 当时非常兴奋 非常地震惊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 可能有露出来一点 它说小心 你看这是不是毛 在国际古生物学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没去过辽西的学者不是一个合格的学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辽西地区通常指的是辽宁西部 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 辽西成为世界上 发现恐龙化石最多的地区 科学家们对恐龙曾经的设想 也在这里找到了大量的证据 而就在前不久 一个新的发现轰动了世界 争议也随之而来 因为这一发现 可能会全盘地否定 以往所有恐龙的形象 带来恐龙研究史上的大革命 我从事这个古生物 进入这个学科呢 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在这二十年当中呢 应该说也跑了很多的地方 主要是从事恐龙研究 在中国做过眼外工作 在国外也做过眼外工作 也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华士 徐兴 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2009年 一批在辽宁省北票市新发现的恐龙化石 运送到北京 徐兴负责完成这批化石的研究和修复工作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化石的时候 显然意见这是个巨型动物 个儿非常大 后来我们预计通过这个计算 这个动物大概有1400公斤以上 要提长要加进去 这么大体型的恐龙 可以算是恐龙家族的大个子了 而辽宁省北票市 是著名的恐龙化石发现地 所以这批化石刚运到北京时 徐兴并没有马上意识到 它们的特殊性 有个很好的古格化石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化石送到这的时候 当时一下就看见了这个羽毛的影像 我们都说尽管是很小的一块 但是显然是一种原始羽毛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吃惊 就是这么大的动物 这么可能也长有羽毛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在辽济地区曾陆续发现 多种小型恐龙的羽毛和极化石 科学家们认为 这些羽毛有利于小型恐龙的保暖 而大型恐龙能有效地持续性制造热量 所以不会长有羽毛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辽宁 还有邻近那些地区 在过去发现了很多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 但是过去发现的应该说都是很小的动物 一米长或者也就是一米多 有的是几十厘米 徐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他 大型恐龙身上不可能长有羽毛 但眼前又有清楚的羽毛痕迹 一时间他也无法做出判断 有漏出来一点 他说小心 你看这是不是毛 所以说我们修的时候都比较小心 比较小心的 说实话我们也是第一次见的 在有毛的恐龙 您是做了多少时间了 做了十三四年 十三四年了 就一直在做恐龙化石的修复 就一直在做这个 但是从来就没有 以前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种 带毛的 羽毛主要是由脚蛋白构成的蛋白质结构 而这种结构很难被保存成为化石 在我们的节目中曾经报道过 北京潘家园的恐龙化石藏友 康乃勇声称 自己收藏着恐龙皱化石 肉质与羽毛一样 都是由蛋白质构成 请您一百个放心 这就是一块恐龙肉质化石标本 但遗憾的是 康乃勇的肉化石 并没有得到专家的认可 我们在一些科幻片 或者动画片中看到过 会飞的恐龙 然而在亿万年前 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型恐龙 它们身上到底有没有羽毛呢 我们还无法确定 由于恐龙的灭绝 许多问题也随之成为了难解之谜 那么恐龙到底是怎么灭亡的呢 目前考古发掘出的恐龙化石 是我们主要研究的对象 在黑龙江省嘉英县 当地渔民打鱼时 曾经打捞上来了体型巨大的动物骨头 当地人称之为龙骨 后来经过专家鉴定 当地人口中的龙骨 就是恐龙的骨头 现在为止 是进行了两次 比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化学 是在2010年和2011年 发掘面积大约在 600平方米左右 出所化石约在1000块左右 据专家推测 我们现在龙骨山下 所埋藏的骨骼化石 大约得在数百具以上 就是能组装成价的应该是 不是零散的 就是能组装成价 得有数百具 经专家鉴定 出土的龙骨 是生活在白俄纪晚期的一种恐龙 压嘴龙的骨骼化石 考古中出土的恐龙化石 大小不一 形态各异 出土的数量 也超出了人们的象象 我们案子上 所摆的这些化石 都是去年 所挖掘的一部分 红红化石 大家看这一块 这是就是标准的 鸭嘴龙的 被这些化石 而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 这是污秽骨 就是咱的肩胛骨 和上笔的连接的一块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你看这个大的和小的 这就一个区别 这个大的组装起来 就得有十米开外 这个只能在五米左右 而这一块化石呢 就不是鸭嘴龙的恐龙化石 应该是肉食性 恐龙化石的一种 这锥体也是锥体 不过我们现在 没法确认 到底是哪一种化石 哪一种恐龙的化石 这种化石 在我们江一县发现的多吗 对 占10%左右 都是无法确认的 就是也不是鸭嘴龙的 恐龙化石 这些大大小小的恐龙化石 经过一定的修复后 就可以组装成恐龙骨架 昔日地球霸主的强悍 从这些巨大的腿骨 就可窥见一般 鸭嘴龙的骨骨化石 就是大腿骨 大约在60到70公分左右 如果用它来组装成价 这个恐龙骨架大约在8米左右 重量能达到4吨左右 这是在神州恐龙博物馆展出的 母子鸭嘴龙的化石骨架 据了解 母龙身长10米左右 有4米多高 而子龙的体型 似乎还不仅母龙的一半大小 在6500万年以前 这对恐龙母子相互共怕 向前奔走 但没想到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将母子深埋地下 就此定格在了历史上 这些凌乱的化石堆积在一起 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恐龙公墓 考古发掘中 发现的很多恐龙化石 有大有小 成年恐龙和幼年恐龙的化石 也都存在 这让我们不由地发出疑问 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恐龙 埋葬在这里呢 一万年前的地球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恐龙的死亡呢 它就涉及到一个 鸡群死亡的问题 当然它那个地方呢 也不是都原地埋藏 那就是说 这个东西它死亡之后呢 被水呢 河水呢 搬运了一段距离 那么到一个河四的环境 比方说河水的 这个动力条件发生变化了 小了 那么它就都堆积到那儿了 所以呢 就形成那个地方的化石呢 非常非常多 恐龙作为昔日地球的霸主 通知了地球上亿年的时间 而大约在距禁六千五百万年左右 突然在地球上消失 成为了一个 至今还没有解开的谜团 当时的地球 到底发生了什么 生活在地球上的恐龙 又为何会全部覆灭呢 这成了科学界研究的千古之谜 灭绝呢 还是一个谜 还是生物氧化史上的一个谜 因为它当时规模很大 存活的时代也很长 从最新的两亿多年前开始出现 那么一直到百恶纪末期灭绝 应该是在地球上存在了一亿多年了 对恐龙的灭绝原因 人们也只能做各种推测 其中的推测之一就是 全球性的火山爆发导致了恐龙的灭绝 火山喷发引起的大火烧毁了大片森林植被 恐龙的食物来源骤减 气候骤变 恐龙无法适应这样的变化 最终走上了灭绝之路 令人兴奋的是 在佳音县的恐龙化石考古发掘中 人们确实找到了火山岩 那么佳音县恐龙灭绝的原因 会就此揭开吗 佳音那个地区呢 同时代确实有火山喷发 确实有火山喷发 但是有没有 就是或者说它这个火山喷发 是不是是恐龙灭绝的 没有人做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我们依旧不能肯定 佳音县的恐龙灭绝和火山喷发有关 有人曾经提出 恐龙是不是因为繁殖方面的原因 最终导致自己走向灭绝的呢 那还有的假说呢 因为是恐龙大 孵不出小恐龙 然后是恐龙灭绝 从早白蛾一直到晚白蛾 进行蛋翘的对比 它发现呢 可能蛋翘呢 越来越薄 此外 还有人认为 恐龙吃了过量的食物 导致消化不良 排出的气体 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多 从而导致了灭亡 也有人认为 当植物由于气候变化 由繁茂扁的吸少时 以吃植物为主的恐龙数量抽剑 食肉龙争抢着最后的晚餐 生物链的中断 使恐龙这个兴盛意识的亡国 开始土崩瓦解 但是呢 每个假说呢 它都在找证据 之所以叫假说呢 它就是验证不了的 就是 你比如说 它食物 吃得太多了 食物链中断 那它可以少吃一点嘛 是不是 或者饿死一部分剩少了 总监它就还是够吃了吧 所以都不是很准确 不是 是不是